阿媽來著麥克風看著車上的螢幕 開心地唱著歌 在旁的社區長者也不自覺的跟著哼了起來 至於南投縣政府問康車巡迴來到避風社區 排隊等著唱歌的長者們都直說 唱歌可以讓自己的心情開闊了起來 阿媽來著唱歌比較嚴重 幸出唱歌 我們在這個社區 大家很多人比較老 有的比較老回來 幸出唱歌 大家都比平 唱歌快樂 不然唱歌就是大家幸出 對大家有快樂的日子 我希望大家都來這裡唱歌 覺得很好 避風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楊玉萍表示 每次有文康車來 只要有通知社區居民們 短短兩個小時之內 歌單就排得滿滿滿 大家輪流等著要唱歌 其實我們只要六天有做講歌 我們下星期有文康車 我們差不多都可以兩點鐘都排隊排到末 你知道嗎 最主要不是只有唱歌 我們的社區還有做個合唱 有的還有外面你唱歌裡面你跳舞 這是政府對我們這聚電的老人 一個很好的照顧 最主要對社區來說 其實可以看他們這樣開心歡唱 我們也覺得這樣 對著做個開心 也對著做個年輕人起來 這個活動其實我們也希望說可以未來 可以這樣繼續演唱 現場除了可以唱歌以外 還會帶動健康操 來讓社區長者們動起來 活絡身體脈絡 場面相當熱鬧 每個都笑得相當燦爛 快點起 拜託 你啟動健康 怎麼不去 或是會 攝影師 我們的家中 來的人 在這裡都在這裡 大家很高興 還有跳舞 這是很好的 這很不錯 我感覺大家 都很好的 都是不錯 大家會來這裡 大家心想都 老老经济 都很好 来这里都冻冻老 这样比较困惑 台湾已迈入高龄化的社会 本线为高龄人口居多的县市 而南投县政府的文康车 会定期到各地各社区 去让当地的银发族免费唱歌 来鼓励他们呼朋影伴走出家中 还能交交朋友减少失知现象 同时增进身心健康 丰富他们的晚年生活 咪新闻林轩草屯采访报导